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自从半世蜜糖半世伤完结之后不少的观众已经火速搭上了如意方飞的车 虽说该剧刚开播的时候收到了不少不好的好评,什么语音虚传没有什么差别啊,不喜欢女主啊,不喜欢男主啊等等 这些评论真的是铺天盖地啊,可奈何剧情太能扛了,如果不带着有色眼睛追剧的话平行而论这部剧真的很不错 如意方飞由巨静一张哲瀚等人主演,这也是这两位第二次合作了 同是王爷王妃的戏码,同是男女主,当年一部云西传让巨静一在影视圈是小爆了一番 她和张哲瀚的CP粉呢也是千千万万啊,此次两位再度合作,虽然开播有了很大的改编 但是人就有不少的观众喜欢这两位的演技,颜值和CP感 最终,巨静一饰演的是大鱼城的恒金令的次女,芙蓉 张哲瀚饰演的是大鱼城四皇子肃王徐静 两位呢是地位悬殊,可真爱无法阻挡啊 原因是当中,芙蓉和苏王在前世就是夫妻,芙蓉是她的侧妃 那和因为徐静树敌颇多而造亡了 身为侧妃的芙蓉女被千人安排殉葬 在本剧里面对此有所改编,编剧将前一世的经历变成了一个梦 女主屡次失眠都是因为这个可怕的梦 而她为了不让自己的梦境成真,一开始就躲避着苏王 除此之外呢,前世也就是说梦中她的家人都死了 所以呢,芙蓉也一直在想办法让家人幸免于难 只是呢,缘分这种东西怎么避开都不行啊 芙蓉和苏王还是相爱了,他们要经历了,还有许多许多 对他们来说呢,最大的敌人不是说一直陷害苏王的陈王和端飞 而是隐藏身份多次差点害死苏王的皇叔安王 一般来说,这种想要害皇子的皇叔都是老头 因为他们是皇帝的兄弟嘛,皇帝都老了,那皇叔也应该老了 可这部剧里吧,皇叔却是位男神,还与芙蓉是亲媚主嘛 安王长得人畜无害,还因为帅气和才华吸引了大玉城所有的姑娘 她与居水农夫的身份藏在了百姓之中 一直都是在默默地做着伤害皇帝和苏王的事情 因为他恨他们,这一切呢,就要从安王的母亲说起了 安王的母亲长得很美,也很有才华 但是因为天生一同被先帝和大臣们忌惮 所有人都骂她是妖,安王呢也因此备受牵连 安王的母亲被先帝送出宫中,在寺庙里度日 安王非常想念母亲却没有办法相见 后来遇到了小芙蓉,心结才被芙蓉解开 那和因为一场意外呢,安王的母亲死在了寺庙当中 而安王又得知了是肃王惹了此事 他认定是肃王害死了母亲 所以从那之后他就黑化了 他要向肃王和皇帝报仇 他认为是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包庇自己的儿子 但其实这也都是误会 只是安王不知道真相,一直在暗地里做坏事 芙蓉呢原本是他唯一的软肋 可是在芙蓉嫁给肃王之后,他更加的恨祖王了 最后肃王和芙蓉查到了一切都是安王搞的鬼之后 一起联手破了他的阴农 安王永远失去了芙蓉,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吃瓜不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